在一开始的时候 会不会遭到一些家人的反对口哨吗 这个事是不是 这个是肯定 因为我的父亲是医生 他希望就是自成副业嘛 要结伴 但是我非常喜欢吹口哨 那么就在90年代 有一次在维坊的国际风中节演出 就邀请我去演出 因为我父亲是国内著名的古放社专家 那么他们也就邀请我父亲去维坊讲课 讲课的时候就晚上说 他说你看 您想看哪一场演出 他说我想看曲艺专车 因为我儿子在那吹口哨 家里每天都去反对他吹口哨 我到底听听这个口哨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他就来看我的晚会 那么其中当我就是演奏了以后 底下这个掌声是很雷动的 那么从他回去以后呢 父亲就说 以后要支持你吹口哨 你无论做事呢 只要是对社会有益 你就去大胆去做 不一定非要做一杯子一生 这有了这个话以后 又坚定了我的这种口哨的爱好 02年做了第一场的这个亚洲口哨交响音乐会 和我们的交响音乐团也进行了合作 那我第一次08年参加这个35届世界口哨比赛的时候 是先拿到了一个才艺力比赛的冠军 就是出了口哨表演当时唱了两句 然后拿到一个冠军 后来又拿到了一个流行音乐的亚军 当时我吹奏的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歌曲 白毛女 这两项比赛的总分拿到了一个个人全能的第三名 就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比赛 一下拿了三个大奖 在这之前呢 没有中国人去参加这个世界比赛 那么我也是第一个站在世界舞台上 领取奖项的中国人 也是第一位把世界口哨大赛申请到我们中国举办的 2010年37届世界口哨大赛就在我们青岛 在这个大赛上 评委和世界口哨委员会就给我一个最高的奖项 名人堂奖 就是你在你的口哨领域当中 你对世界口哨或者你本国的口哨这种事业 做出很大贡献的人 所以这个书上我感觉到要逼拿很多冠军 是要好的 这个是一辈子都会写在世界上花名册上的这样的一个名字 这不光是一个记忆奖 这是一个成就奖 所以要感谢您一直坚持到今天 让我们看到这么美的艺术呈现在舞台上 谢谢您 谢谢 现在能不能再次给我们来一个世界级的表演 让我们的天津卫视的观众们来看一下 可以 就是我这次和学生一起来参加这个节目 那么我们想用一种令主形式的表现 展示这个口哨 用钢琴 然后我们俩一起合作一首《我的祖国》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曹老师和他的徒弟 见证跨时代的精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哇 天哪 哇 是听盛宴啊 太棒了啊 那曹老师 我知道您在这个乐器艺术上面非常不错 那您有没有信心在运动这方面和答题这方面夺得冠军呢 有信心 平时也加强一下运动 比方说我乒乓球打得也很好 在我们系统里头连续都是全国的冠军 也是全国冠军 那您这冠军拿得太习惯了 是吧 那接下来今天您的祝梦基金如果赢得的话 想用来做什么 我准备把这个祝梦基金呢 就是用来给我的学生们去买一些唇膏 因为很多学生学习口哨嘛 吹的时间长了以后嘴唇容易发干 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口哨艺术研究会 我们也连续11年 每周下午给一所学校义务去教授口哨 让他们从口哨音乐当中得到更好的成长 理解一些音乐更深层的一些行业 接下来曹老师请分享你的挑战宣言 用我们的口哨艺术去迎接跨时代战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